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的字母实际上是神的气息 然后每一个都代表了神的品格跟祂的本质 第二个他讲到除了我们认识这每一个字母 认识他们以外 而是认识他们 它是一个活的一个being 讲到being的话就是很难讲 就是神的创造物 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听到 有天使 有魔鬼 上帝 有人 就这样子 其实不只 还有天使我们就讲说是活物 沙拉佛这种 可是实际上呢 有太多太多的灵体 不是我们广泛地说是天使这样子 这么简单 像我们讲到说什么神的七灵 对不对 你很难把它规划成为 就是哪一个哪一个种类 因为天上太多了 太多太多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神又要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 所以我后面其实我讲到 真的很赞叹 就是神在末世的时候 把这么多的奥秘 这么多的奥秘向我们揭开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 然后他再也有提到说 当我们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用一个人来形容他们 当我们认识他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组成一个字 所谓一个希伯来字 这个字呢 是他们就是叫做彼此的立约 这个字不是随便造成的 是这些的个体的这些的字母呢 他们彼此立约所形成的一个字 这个字呢 就代表了很多的含义 所以每一个字最后面呢 它其实那个意义是非常广大 而且它不仅是意思广大 它其实是一种领域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读经 就是说我们这个读经 我们知道看的这个好像是文字 读经的层次很多 有的时候有人读经呢 他只是看到文字 然后他就去根据文字本身的解释 研究他的文化 这是一个层次 那个层次其实就又分很多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 人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圣灵一起 然后圣灵界的这个经文向我们开启 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是我们真的认识他们每一个组成 认识他们认识他们的组成 认识他们所创造的领域 实际上我们读经的时候 那个经文也在读我们 很多人读经他会读到 他怎么读 怎么钻研 怎么研究 是到某一个层次 然后开始就是思考 辩论等等 其实经文是活的 所以不同的人读经文 经文向他展开的层次 是不一样的 这样大家了解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在读他 你好像是你要试着了解他 实际上是他 根据你的成熟度 向你展开里面的奥秘的层次 所以他刚刚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们现在显现的目的呢 神释放他们出来 向我们显现的目的呢 他们很希望 他们有一个will 你知道他们有一个意志 他们的希望 他们的期待是 他们想要让我们 要来更多认识神 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是神的气息 神是不是说 然后创造天地 这个语言我以前就讲过 他为什么如今存到现在 这个不是所谓的古希伯来文 或者是说现代的希伯来文 他们是 那个时候因为希伯 没有参加巴别塔的叛变 所以才把这个语言留下来 然后用希伯的名字 或是Eber或是Heber 在圣经里面 他是挪亚的儿子 神的儿子 所以是挪亚的孙子 他是挪亚的孙子 后来他跟他的父亲神 他们就开了一个学院 然后保留了这个纯净的言语 所以我们读到很多的列祖 比如说像亚伯拉罕 像以撒亚各 他们都曾经经过 在那个学院里面被培养 所以他们是在一个 动乱的时代 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 里面被保存下来 他们能够认识神 所以你看他们好像 接触这个天堂 或是什么 他们很容易的样子 就是他们的基础 其实我们基础是不一样的 他们学的东西 我们都不晓得 我们所有的资料是很有限 可是神在末世的时候 你看神就向我们开启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 开这样的课程 我写学校系列 因为我希望他 会继续来我们当中做教导 而且一次根本不可能教完 根本不可能 他可能讲个五六个 就已经很不错 因为他的内容非常非常非常丰富 所以我们要凭着一种 就是说不是去学一个学问 这不是一个学问 而是说我们有一个 先了解他的背景以后 然后我们知道如何地 去跟神在这个 向我们开启的这个新的领域里面 怎么样的连结 所以那个是我们四月的学校 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民数记 我们已经讲过民数记一到四章 复习一下 民数记是什么 民数就是数点军队 数点上帝军队的数目 神要把这一群乌合之众 他们可以说是乌合之众 一群的奴隶 怎么样把它变成上帝的军队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里面 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也原来是不认识神 后来被神选招 有些人可以进入神的军队 有些人没有进入神的军队 就好像我们看到神怎么样 把这些的人变成神的样式 变成神可以使用的战士 这个过程 这个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去进入 占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借着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一件事 神也训练他们成为神成熟的百姓 在一到四章里面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我记得上次我还要求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第四章跟我念一遍 对不对 因为我想你自己在家可能很难一节一节念过去 我们念的时候你也许不晓得说 为什么神记载这么仔细的 这么细节的东西 可是呢这个过程就让我们了解到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凡是你为神所做的一切事 神都有记载 他不会不记载 他不会忘记 凡是我们为神所做的每一件事 他都记载 他都记念 从百姓变成军队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了解神的个性 他是一个非常谨慎 而且他是非常注重细节 他非常仔细 不是随随便便 大大咧咧那种 他不是的 他的个性是在细微处 非常明确 是这样一位神 还有我们看到 神的策略跟安排 虽然我们是后来 才读到的人 我们就看到说 这十二个支派 他们每一个支派 所代表的旗帜 是什么意思 然后神要他们如何的扎营 住在旷野的时候 他们一住下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展现 他们行走 是一个什么样的展现 是不是我们前面看过 这个都在属灵上面 是有意义的 虽然以色列百姓 他们本身并不知道 他们只是听从上帝的命令 说这一族你就住这边 你这一族你住那边 然后大家不可以乱跑 就要住你家 这个归你的 你就住那边 因为那是你的旗帜 他们不晓得神为什么 这样安排 可是当我们从高处 不论是属灵的高处 或是在地理上的高处 一看我们就知道 原来他们是一种预表 他们整个的行动 包括他们的吃住 他们的安排 都是一个在灵界里面的预表 怎么样是排成一个 十字架的样式 进入到应许之地 大家知道不论我们在做什么事 神有他的策略跟他的安排 那神的策略跟安排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 他整体的策略跟安排 可是这并不会影响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可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要相信上帝 你要信任他 不断地在往前做新事 不断地在治理他的国度 不要因为看到一些地上的事情 暂时的一些现象 就气馁或是什么 你要想到这些以色列百姓 他们当时 神叫他们摆阵 叫他们前行 叫他们怎么动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全体 可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 他们一约而行 这个时候神的策略就能够成功 所以神是有策略 以及有安排的 在一切一切的事上 整个的民数记 讲到神用40天的时间 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 可是却用了40年的时间 才把埃及从以色列人的心中拿走 准确地讲应该是38年了 因为到最后两年的时候 那一代都死得差不多了 新的一代在旷野里面 他们是在神的保护下 神的带领下长大的 所以他们的心思意念 是比较不一样的 我们要成为神的军队的时候 要注意到神是我们的总司令 因为祂的位置跟我们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祂做很多事情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祂的跟随 不是需要我们明白才需要跟随 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神了 第二个我们在这个民述记里面 我们学习到神的制度 礼仪 典章 还有做事的方式 是不是 我们之前学到说 他说这些人你们要做祭司 还分 你是什么族的 你要做这个圣殿里面的什么事情 我们行走的时候 谁要走前面 谁要走后面 你这个器具要用什么东西 哪一层哪一层盖 所以祂有祂一定的做事的方式 礼仪 非常注重秩序 神非常注重秩序 在一切的事上 神都是有计划跟安排的 但是我们自己 我们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神对你的计划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不要有这种单纯的宿命论 单纯地上的宿命论就是说 哎呀 反正神造我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子 可是其实并不是的 很多人说 我去领受天上的书卷 这个又那个 然后我看到我一生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可能不是太合乎天上的状况 我们的书卷对没有错 我们每一个人 神给我们的命定 是在创世以前就有了 我们来到世上以前就有了 可是我们要在这一生呢 我们怎么样完成我们的命定 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互动 没有宿命 你选择你要走什么路 神在你生命当中 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命定 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拣选的道路 其实这是你来到这个世上之前的 你就知道你就同意的 这个方向 这个主旨是不会改变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你能够完成多少 或者是它会不会变成一个 更高层的计划 就在这个命定当中呢 你也许完成了10%或是20% 或者是90%或是100% 或者是它那个广度或是深度如何呢 其实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一个互动 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并不是你全部从头到尾写好 然后就给你 不是这样子的 完全不是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人他说他去天上 他什么时候看到 有的时候我看这些见证 我就想说 可能他还需要更多的练习 因为事实上如果 我们都这样想的话 这跟地上的宿命论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是地上的东西 不是天上的东西 凡是牵涉到天上的东西 都是有生命的 你要知道神如何地带领我们 他对我们是一种 他非常地宝贝我们 然后他也非常爱我们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 更多更多地被他开启 这样子 我记得我曾经 好久以前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拍 可是我觉得非常具有先知性的意味 就是有男主角跟女主角 生活在一个人类的社会 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年代 他们的生命 每一个人在那个年代里 每一个人都有一本生命之书 都有他的固定的计划 每一个人都会按照他的计划走 都跳不出他的计划 可是这个男主角 他就觉得很闷 他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是只有这样子呢 然后他想要做不同的选择 当他想要做不同的选择的时候 他就遇到了一些男主 就跟他讲说 你不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你的命令就是这样子 你不能走其他的路 所以他就想要跳出去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渴望 他就想要跳出去 他碰到一个女主角 爱情故事 碰到一个女主角 然后他们两个就相爱 可是在他们原来的书卷当中 就是说他们两个 其实不是一对的 所以就会有警察来 就是要把他们两个拆开 可是他们就不相信 他们两个就持续在一起 后来他们就碰到一个智者 本来没有要讲这个电影 他们就碰到一个智者 那个智者就跟他们讲 说我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所碰到的这些东西 其实有秘密 他们还没有告诉你 他们只是为了要掌控全世界而已 他们有秘密 没有告诉你 可是如果你要真正知道 你的命令是什么的话 我告诉你在某某地方 有一个图书馆 你要去那边 然后你要去找那边 还有真正知道这些事的人 真正管理这个图书馆的人 这样子 这个男主角跟这个女主角 就很兴奋 快就去到这个图书馆找 他们后来就在那边碰到 另外一个智者 就跟他们讲说 其实你们的命定是你们自己 虽然有这个蓝图在这边 可是最终如何 是你们自己决定的 就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当你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他就展现一个那种科技的东西 然后他说 当你们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你看 我给你看你的生命之数 你看你的命定 他们本来是走这个路 他说 你看马上重新计算 就变成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画一条新的路线这样子 他说当你们两个人决定 要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两个的生命之数 本来是很远 然后后来就变成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有一条新的路 马上就出来了这样子 看这电影的时候 我想说 哇 这是谁写的编剧啊 这是从上帝来给他一个梦 还是怎么样 他怎么可以写成这样 哇 这是太真实 太真实 其实是这样的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美好的命定 可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就是占了很大的部分 所以圣经上说什么 被招的人多 被选上的人少 我们是不是上一次读到 神愿意全民接祭司 对不对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 神都要让他们做祭司 可是大家不要跟随他 那怎么办呢 只好选其中一组 叫什么 立位人 还有立位人 还要赎那个头身的 这个数一定要满足于 以色列百姓的数目 不足的话还要用钱来赎 我们知道其实上帝的旨意 是没有改变 他希望他每一个百姓 都成为他的祭司 都是属他的 都是完全能够专心跟随他的 就全部每一个百姓都做祭司 我们今天就会读到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百姓们就是 没有想要这样跟随神 神的计划有一点点改变 可是他的最终的宗旨 没有改变 他总是会开一条路 让那些愿意的人 然后能够继续地来跟随他 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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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